啊 咱们小时宇的共享单车太少了 亏了我聪明 昨天晚上我给他扛加一台 要不今儿出来办事就当过事的 别动 别动啊 你千万别动 你天天白天 别动 哎呀 我说你让我别动别动 瞄准呢 不是你把柜上单车弄 我这屋里干啥呀 发生什么大美 让我帮他取花去 不说那个 我就没电了 赶紧上个车给我共享一下 不是你把车往前挪动 你把柜上单车整来干什么 干点事毛瘦毛脚 哎呦 充上没啊 哎呦 充不上了 那行了 这车你就这么骑来的哦 啊 那我就弄不明白 就你骑这车的时候 你把屁股搁哪了呢 这玩意它不疼吗 不疼 一点都不疼 那你是练过呀 是哪儿 我不跟你说了 赶紧看好电话 以后来许了 我走了 我着急 不是你这孩子车别放 你们大伙都看见了 刚才他是这么骑来的吗 这肯定得有座 这小把座上 他刚才都上哪儿去了 哎呀 这小把座上 你说这是共享单车 这是大家共享的东西 他把车座拿下来 这乘得自己装车了 什么人呢 这是 不行 我得把它安上 哎呀 这什么安 哎 来管达的汤 来 哎呀妈 这小嘎嘎 咋还变成大嘎嘎了呢 啥意思啊 我说老范大哥 你对共享单车感兴趣啊 赶紧看你啥时候来的 别跟我说话 从现在开始 我不跟坏人交流 坏人 哪有坏人呢 坏人 没有 还用喊吗 坏人就站在我面前 你说我的啊 不说你说谁啊 朋友们我都没搞清楚啊 看看 这个面相长得多寒厚啊 内心多阴暗啊 你这干啥呀 把共享单车弄回来 把车座拿下来 你要把共享单车 变成你自己的 私人VIP单车吗 老兄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误会啥呀 现在就有很多人 老是琢磨这共享单车 不是把人锁给憋坏了 就是把二维码给人消掉了 最可气的就是他这路人 居然把车座拿下来了 你说让人骑车的人 那屁股搁哪 你真误会 这不是我 那是谁 大秦子 大 大秦子 哎呀 要我说 你长得这么寒厚 不能有这缺德心眼吗 是 大秦子不长别的 全长得缺德心眼了 是吗 肯定是他干的 这事我相信了 大家不知道 大秦子 我见他一回 我就生一回气 头一次见他 把那坏了的小苹果 想卖出去骗人家钱 第二次见到他 把他捡来的一条小狗 想讹人家主人 多卖几个钱 最近又多么上 这共享单车了 是 好好地教育教育一下 这小子我跟你说 以后我肯定好好教育教育 必须教育 哎那个 他老舅你来的正好 我还想求你点事呢 啥事 这个二狗子不是在咱 那个小区门口 开了个水果店吗 对啊 今天他说他人手不够 让我抽风过去 帮他照看照看 你帮我看会电呗 不是我是来和嘎的 不是一会我就回来 我就看一下你就回来 好好好 这个手机啊 是大琴子放这充电的 大琴子 哎你可以给看一下啊 还有那个车座 一会你给你给安上 好了 车座就别安了 为啥呀 我就等着大琴子回来 我看他骑这车的时候 屁股搁哪儿 笑一笑一他 你这招挺损的 必须的 但是不行 怎么着 这是共享单车 万一谁用骑车想骑车 没错怎么办 也是啊 那就这样 如果真来了别人 我就把车座给他安上 如果别人不来 我就等大琴子 我看他怎么骑 大伙就等着看好戏吧 没错了 小伙子 走了 你看看你看看 光说他了 还得说说我呀 我是来啊 想喝网嘎的糖 然后就问你们家去 特意给你们家大米 买的最好的水果 他是最爱吃的 啥呀 榴莲 别扎着手 别扎手 哎呀 是这味 够味吧 拿走吧 不能拿走 为啥 我现在去给二狗的 看的是水果店 我拎着榴莲去 我还能拎回来吗 啥意思 那人家不得误会了吗 哪有那么傻的人 谁能误会呀 刚才我不就让个傻子 给误会了吗 哪有 你是说我呢 你 你哪里 不是 我一会下班的时候就带走 那行了 拜托了啊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放心吧 店交给我没事啊 哎呀 要说这大亲子 这小子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你说这车子 对 我先把车座给他藏起来 我让他看不见 这回行了 哎呀 我教育他从哪下手呢 手机是他的 咦 跟我的手机是一样的 那重来 我就从手机上下手吧 我现在把我的手机套给他套上 然后啊 我就让他感觉 感觉啥呀 感觉这手机被换了 我看他怎么表现 我把这 插上 换完了 换完了 干啥呢 你还傻呀你啊 你吓死我了你啊 你干啥呢 我干啥呢 我我我 你凭什么把我手机 先把他插到你手机上 哦 你看到刚才那一幕了 但是我必须求证你 我确实啊 把那个手机的线拔起来了 然后换了一个手机 我插上 但是我插上的那个手机 绝对不是我的手机 不是你的是吗 不是我的 那行的 那也别充电了 干嘛 干嘛 哎 我摔一下 你是不是 你你你你 你爱摔就摔呗 反正他不是我的手机 我让他嘴硬 我把他花费都给他摔出来 等等等等等 我跟你说啊 你别后悔啊 你摔的粉丝碎骨 我可不赔钱 有本事你是摔 让不让他摔 摔 你还真摔呀 这是客人的手机 咋不摔了呢 赔不起 你还知道赔不起呀 你说这客人 真是多缺德 啊 为了他手机重担 他把我手机拿下的 你是多烦人 放下 那是我的手机 我手机呢 让客人拿走了吧 他让我手机干啥呀 他以为是工响的呗 充电可以共享 他手机能共享吗 那没办法啊 他以为就是呗 老饭头 老饭头 哎呀呀呀 别找了 你不应该叫老饭头 应该叫范叔 再叫一遍 范叔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啊 你范叔现在回不来 忙得很啊 给二狗子家砍店去了 连自己家都看不明白 还要是给人家砍去 没办法 人手不够嘛 两边店一块砍 这也算是共享吧 大佑啊 怎么这现在都有 共享老头了 你想要一顿 我想要干啥呀 我也不学敌 我手机呢 你能不能不吓唬我呀 你手机不是让客人拿走了吗 你急什么 你等一会儿 他就把手机给你送回来了吗 对 你等他回来 你看我怎么教育他啊 太不像话了 你说现在这人多削德呀 为了自己方便 他什么事他都干呢 是不是 你看这共享共享 大家就遵守这共享的道德规范 对 既然你说到共享了 我就跟你说一说 你同不同意我这观点啊 既然是共享 大家总应该共同的 集别人之所集 这所集嘛 想别人之所想嘛 你这不挺明白的吗 你对共享理解的很透彻呀 现在我就该问你了 那你为啥 把这共享单车的车座 给投下来了呢 大学王 我这还有点事啊 我先去拜事 说到关键的问题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过来 你找什么呢 不是 我车座呢 找车座啊 那就对了 慢慢找吧 哎呀 我就不跟你聊了 我得走了啊 慢慢找车座吧 带着 又干啥一惊一乍的 带着 拿什么 给我按上 你别搞错了 这不是共享的 这是我自己的 什么你自己的 是带我共享的 我刚才就骑着他来的 你再说一遍 我骑着他来的 带我看见 我刚才我 大家听见了 他说他是骑着他来的 那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呢 就把他给你按上 然后你必须骑着他回去 你要是不骑 怎么办 我不骑 我是 我是鞋子 我大扁鞋子 各位都听清楚了啊 我现在就要给他按上了 他说了 他要是不骑 他就是大号的 扁鞋子 按上 按上 哎呀 哎呀 我的妈 想整我 你说 哎呀 按上了啊 噔噔噔噔 将你最尊贵的臀部放上 积呀 大哥你这是怎么变的 这是啊 怎么是我变的呢 他非要提 大琴 哎 帅叔 你要提这个啊 不是我提吧 不是我吃 我吃这个呢 什么吃多 不知道啊 不是我吃多 不是我放到车 你少说废话 你刚才跟大伙说了 你要是不骑 你都是茄子骑 赶紧骑榴莲回家 大哥你说 我要骑着屁股 抖着眼的 多疼啊 你怕疼啊 你把车座拔进来 别人怎么骑 别人骑不疼吗 你看 因为咱们那不是朝骑吗 大美找我办事 咱们小区的共享单车又少 我现在这 万一别人拿走了 我办事 这不当事吗 你知道我这个大龄青年 你说你错没错 我错了 今后改不改 改 他说改 必须改 改 你要是不改是啥 我大瘪钱了 大家给你作证了 你都说了 你要是不改 你是个大茄子 大瘪茄子 好 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行了 那个啥 老饭头 这个还给你拿走 我把那车桌给他拿出来 你没骑吧 我没骑 你要骑了大米粒 他没法吃了 自己安上吧 谢谢大舅 然后急着他走 对了 我还得跟你交代一下 哎呀 这个手机啊 它也是你的 谢谢大舅 急着走吧 谢谢大舅 等我走了 不说了 要早这样表现 不就好了吗 你看看 好了我走了 好 以后别干这事了 不干了 走吧 哎呀 要说这小子 你逼 哎呀 不行啊 我得让他回来呀 回来干啥呀 你手机是他的 手机套是我的呀 那你也不用着急 我咋不着急呢 这小子马上就回来 为啥他还回来呀 他给大美买的花 还在这儿 不是 那他万一要不回来呢 他要不回来就太好了 怎么着 这花就算咱共享的 那既然这么说 咱现在就把他攻享了吧 好 今天各位来的都不白来